我在那邊 膠球那麼多 我跟GGYY超死 五分數 160下 那我們今天就來 趁著很多人在下面也提問說 我到底平洋要跑160下 170下 180下 每分鐘的這個步評 有沒有一個標準值 到底跑多少是正確的 SIT 這種上次跑步訓練完之後 我在馬場上 關注度 馬場上 馬路上 馬路上 關注度變很高 然後就很多 很多人跟你搭訕 對 叔叔阿伯就一直注意我跑步 姿勢 那種步評有沒有問題 怎麼樣他們都怎麼關心你 你跑的時候會過來說 欸 夏寧你招得不錯喔 欸你這樣步評好像不太OK 這樣好像有點怪怪的 到底有沒有標準 你說步評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教懂我 我去嗆他 其實步評這個部分 在上一集當中 我們有大概提到 好 那它的影響關鍵當然就是 最直接影響你的配速嘛 你步評快 步伏也夠大的話 速度就提升 可是步評比較慢 那步伏比較大的情況下 欸 速度可能就稍微往下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 趁著很多人在下面提問說 欸我到底平常要跑 160下 170下 180下 每分鐘的這個步評 有沒有一個標準值 到底跑多少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今天 在告訴大家之前 現在做一個實測 我們到底的實測呢 分別會用五分數跟七分數 各跑三趟 這三趟當中 會用不一樣的步評節奏來完成 五分數會跑 160下 170下 180下 每分鐘的這個步評 跑三次 然後七分數也一樣 會用160 170 180 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大家來看一下 在一樣的速度情況下 改變頻率 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 大家就會知道 最後這個答案 這個步評要維持多少 這個數值是多少 我們就在拍完 三段影片之後 來分享給大家 我跟你講 我跑步只是為了不停腳 沒有要多快啊 在那邊 膠球那麼多 我跟GG歪歪 吵死 吵死 唉唷 大頭震了 欸大頭震了 GG歪歪出來了 蛋頭人 開始 現在是七分數 步評160下 7分數 170下 步評 在這情況下 其實就已經覺得 要壓速度有點困難 因為步評變快了 就要很小步 現在是7分數 180下 步評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要控制在7分數 但是又要在180 步評的情況 就要很小步 5分數 160下 可以看到我要穩實5分數 但是只有160下步評 就要跨中的大步 我自己都覺得動作很醜 現在這樣是5分數 170下步評 就比較自然一點 但因為在170下步評 還是會感覺 節奏會稍微比較下沉 現在是5分數 180下步評 現在是5分數 像這樣跑起來 我覺得就是比較自然的狀態 速度差不多 頻率也是維持還不錯的節奏 好 我剛剛一舉這樣跑了折翻跑 總共跑了6趟 兩個配速 三個不平時間 你有沒有看懂我剛剛這樣跑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有啊 大概啦 大概看得懂 你說說看 你看到什麼 就是 好像 那個5分數 我跑160的時候 感覺動作 跨得有點大 唉唷 然後 那個170的時候 跟我平常跑那種 節奏跟 步拒 差不多的感覺 應該是那個感覺 好 接下來可能會有一點點的 聲潤題的感覺 有點複雜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把這段聽完 或許就可以了解 這個問題最根本的原因出在哪 我們先回歸一下 剛一開始大家提問的 最常問到 我到底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維持多少的每分鐘不平 才是比較良好的 那我為什麼要拍的這一集 最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接下來的畫面呈現 在5分數的時候 跑160下 170下 180下 看起來速度一樣 但是為什麼動作上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先回歸一下 找到 配速這件事情 來自於哪裡 那 每公里的這個配速啊 一定來自於兩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你每分鐘換步的頻率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乘上 你每一步步幅的長度 我每分鐘的頻率 乘上我的步距長度 就會等於結果 我的配速是5分鐘 所以我今天想要5分鐘的配速 然後我現在固定在160下的步頻 在這樣的情況下 看起來的畫面就有點大步 因為我為了達到結果要跑到5分數 每一步的落腳的這個過程呢 就會跨比較大步 那相對170 誒 步距好像稍微縮小了 因為這樣 步距的長度乘上170 就會等於5分數 相對的180 步距又更小了一點 因為我每分鐘都可以比 上一個這個步頻長度 來多跑10下的這個步頻 我從每分鐘160 每分鐘170 到每分鐘180 這個前後落差就有到了 每分鐘20下的這個步頻的這個差距 所以當步頻越多次 每分鐘換步越多次 相對我的步距就可以越小 到這邊大家還OK嗎 還聽得懂嗎 所以每公里5分數的情況下 160的步距看起來是最慢的 好像動作最變扭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看起來就有點跨步出現 往前落地 因為我為了追求5分數的這個配速標準 所以我的動作就必須要跨的更大步 當跨的更大步 就跟前幾集的跑姿重點講的一樣 身體重心在這邊 可是你的腳往前跨很遠的時候 就讓你的膝蓋衝擊吸收的比較大 第二個就是你的上半身會下沉的比較多次 因為你換步節奏比較慢 跨的比較遠 拉回來時間就會比較久 這個時候呢 這些因素都會影響 你在跑步的過程中的這個效率 所以如果你的配速是5分數 可是你的步頻只有160下的話 你每步就會跨得非常大步 那剛好這個也是回答到一些觀眾的留言 就是說 教練我好像跑了30分鐘 一個小時後 我的髖關節都很痛 或許你要回來回顧一下 你的每分鐘的步頻 跟你的這個配速 是不是有點差距太大 讓你的每一步的步驅跨得很遠 接下來第二個就是看到 7分數的這個影片 在7分數的時候 每分鐘160下的步頻 好像跑起來是比較剛好的 這個步驅長度 會等於7分數 可是換到7分數 160變170 每分鐘多10下之後 因為速度比較慢的關係 看起來步驅就要更小了 那相對180下 看起來好像已經在這種 原地超萬跑 有沒有很小步的狀態下 才可以達到7分數這個標準 所以這個問題 就把5分數跟7分數 重新拉過來看 在5分數的時候 我的160下是動作最便扭的 因為跨最大步 才可以達到這個結果 那在5分數的時候 反而180下 是看起來畫面 稍微比較輕鬆的狀態 相對來說 在7分數的時候 每分鐘160下的步頻 換算出來這個動作 看起來是比較自然的 因為我速度比較慢的情況下 不需要這麼大的步幅 就可以達到7分數的結果 可是相對的 我如果在7分數的這個設定 跑180下的步頻 看起來是不是就非常小步 有點刻意的想要往前 看起來的結果 就有點不這麼自然 所以最重要的來了 就是我們在每分鐘 到底要跑多少步頻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留言問我 我是沒有正確答案的 因為每個人的適合的狀態不一樣 我只能說大方向 以我們今天這樣 跑下來的結果來看 5分鐘 每公里的這個配速 或許比較接近180下的 每分鐘步頻 看起來步距是比較自然的情況 看起來不會有刻意想要跨步 也不會有刻意過度交換 讓你動作變得很怪的情況 那相對來講 在7分數的時候 看起來 160下每分鐘的這個步頻 是比較自然的情況 可是在7分數 要跑到180下步頻的時候 就會過度的換步 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像 天母縫離所前陣子 也有遇到的狀況 就是在速度不快 可是你又追求很高的頻率 這個時候就會過度換氣 你會讓你的氧氣交換 這件事情變得沒有這麼完全 因為頻率變快了 心率的這個需求 就會慢慢的提高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 呼吸變得更難 越來越急促 跑起來就會越來越喘 是循序漸進的累積到後面 所以或許你可能 跑到30分鐘40分鐘就不行 因為這個時候你可能是因為 過度換氣頻率太快所導致的結果 看你剛剛解說完之後我有個疑問 就是 等一下你剛剛是有聽懂嗎 我剛剛講那麼多 大概 80%吧 好等一下下次阿伯問到你的時候 你就回向他 我就開影片給他看 不是你要去理解 你跟他說不是 我跟你講是這樣的 好你繼續 大概大概 就是 假如 我台北馬要跑兩個小時內 算起來應該是 5分40的配速 對 破2的話5分40沒錯 我這樣 步頻是多少比較適合 你是跟那些 那些留言一樣 對啊 好大概幫你算一下 我們剛剛以5分數180下 可能是比較自然的狀況 7分數160下比較自然 所以5分40大概就是接近6分數 那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抓 170下每分鐘的這個步頻節奏 但是 當然這個沒有絕對值 因為有些人的動作就是 身性比較 步幅比較大 步頻比較慢的這種跑法 有些人就是很高步頻 可是很小步的跑法 所以 只能說我們今天 以我的狀況 跑下來的這種動作下 5分數建議可能接近180下 7分數建議大概160下 可是沒有絕對答案 像你通常會越跑越慢 那這個就不一定 170下是你可以hold完全程的 所以實際還是要以訓練的過程 再來微調這個步頻節奏 但重點就是一個原則 跑起來越自然越好 不要刻意的想要追求 很大的步距 或是很高的步頻 因為這件事情 不一定適合所有的人 適用在一樣的數據情況下 OKOK 可以嗎 我現在手錶已經設定170 所以今天 以這樣的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懂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簡單來說 就是步頻沒有絕對答案 還是要看你當下要跑的速度 是多少才可以決定 我可以建議你多少 不平每分鐘 當然這個 大家不要當作我這邊 就是直接問答 在下面留言說 欸教練讓我6分30 170可以嗎 7分20 這種太精細的 太精密的數字 大家還是實際跑過之後 身體就會告訴你 適不適合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封低所 拍邊碼半碼不停腳的第三集 就差不多這邊結束了 接下來 我們已經即將登場 前面的一開始 期初考驗 期中考驗 期末考 逐漸的登場 等一下就是 期中考了吧 有沒有信心 有 有點鬧賽 有點鬧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 我是你的家人 哲瑋 我是天母鳳麗所 好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了 掰掰